回答这个威斯特看天下杂志最后一问 如果比特币态方暴跌 对我会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对我的影响和对大量币圈的人的影响是一样的 就是说 就是资产缩水 无非就是这样 所以说我要给大家现在正式的分析一下 我说的这个逻辑 一定是要在就是早期咱们13年玩币的这些兄弟们 因为你们的币已经赚了很多倍了 我都知道你们有很多人有上百万个以太坊的 你们呢 因为在高点的时候没有抛线 没有套线的这个币价涨不上来 因为你们不把币交出来 这个币涨不上去的 所以说以太坊涨不上去有原因 我分析过三点 以太坊第一个 增发量没有增发量在一直增发 是吧 以太坊的传销也没了 也吸鼓了 第二个 第三个以太坊的ICO呢 现在干的干的 发现发现干不动了 是吧 那EOS又出来了 等等等等 这些原因 包括以太坊主要是每天有这么多的币量在抛售 矿工要抛压 而且以太坊没有减半的意思 所以说以太坊这个风险比较大 以太坊跌也是很正常的 比特币很难跌 当然比特币也可能按你 也可能有小概率事件会暴跌 但是我目前看新来的资金是远远大于出去资金的 所以大量的人都在把山寨币换成比特币 所以比特币继续涨 如果比特币和以太坊都暴跌了 对我们所有人造成的影响 就是说大不了就是回到13年嘛 13年多少钱呢 比特币1000块钱人民币 它跌能跌到1000块钱吗 好 那就跌到去年 比特币1万块钱人民币 你觉得那可能吗 那矿工成本都是三四万呢 四万多呢 都 就是我说的是电费成本都三四万 你矿机成本不算吗 对吧 怎么跌 比特币还要马上减半 两年半减半 减半以后 币价还得再涨十倍 怎么跌 对吧 这就是比特币 比特币是所有人都持有的一种币种 所有人赚了钱都想买比特币 所以不太可能跌 即使跌了 我也无所谓 对于每个人来说 你们这13年的这些兄弟们 就尽量换手 你就是少量的比特币 你要卖出来一点点 让更多的人买到币 让更多的人玩 与其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所以你呢 卖掉卖掉点比特币 你换个房子 放个车子 放个更大的房子 放个更大的车子 再生几个儿子 就是学我这种思路 我肯定是大家的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我之所以买什么三辆劳斯莱斯 买一个硅谷的豪宅 给大家在这里天天讲课 在步道 就是要给大家树立一个榜样 我就是大家的榜样 13年我就是一个屌丝 经过了四年的努力 我现在努力成功了 成功了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买了比特币 挣了钱了 在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就是 就是更多的人 在更低的价格买入了比特币 所以更低价格谁造成的呢 石油比特币的人造成的 石油比特币的人 要把币卖出来 让更多的人低价买到比特币 比特币就会有一个下的高点 下一个高点就会出现 所以说已经赚到钱的人 一定要你们就是杀赤的 适量为止 所以说号称有人说有几万个比特币的 那就比较纯牛逼了 我觉得拿不住 好多人都没有比几万个比特币 有几百个比特币的就很赚钱了 我的比特币 其实最终要控制在几百个以内 就够了 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的思路就是让更多的人持有 如果比特币一百万一个美金 一百一百万美金一个 那我持有几百个比特币 已经是已经是足够我 足够我们几代人花了 是不是 而且我就说了吗 比特币买保险 一个人买一个比特币 就可以当保险了 你干嘛 你买那么多呢 当然你要孩子多 你可以买几个 我家是人口多 所以我买几百个币足够了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在币圈里折腾的人 一定要想好 你们赚了钱为了什么 昨天我跟几个创始人就说 你们挣钱是为了家庭 每个人在这里挣钱也是为了家庭 赔了钱 扛得住吗 对吧 你们挣了钱的时候一定要出来 一定要让更多的人进来 低价的时候 让别人进来 才一起共到 一起输到这个繁荣 所以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我们天下所有的玩币的人 都要有一个共同的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就是把比特币在有生之年 让他干到一百万美金一个 让我们围绕比特币做应用 围绕比特币做生态 不要再去山寨币上面太多费动 费动太多脑子 费完那么多脑子 也一定要回归本质 本质就是增加自己比特币的数量 把比特币搞好了就搞好了 比特币搞不好 其他一些也搞不好 我告诉你 比特币不涨其他的都得